对知青的当时山人下乡 我当然是经历过了 但是经历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我是北京生的 52年生的 所以到正好是六八届毕业生 然后就是到我们该分配的时候 六八年该分配的时候 大部分的我的同学 都是初中的 大部分同学都到这个上山下乡了 有去内蒙的 有去东北建设兵团的 有参军的 也有这个到农村去的 到这个主要是去陕西 有一批的去陕西的黄岭 我就积极报名 要去到上山下乡 跟着同学一块走 结果徐教部批准 朝阳区不批准 跑到市歌委会去了 也不批准 说是没有给外国人去上山下乡的 所以就不得不跟着 我的其他的同学 到了北京的光华木财产 那是69年的春天了 3月份吧 我的好多同学都上山下乡了 到了这个陕西的黄岭 有的去了一年就走了 有的去了 有的参军去了 半渡参军去了 也有好多 有几个待着时间比较长 最长的可能待了有七八年吧 然后呢 陆陆续都走了 然后呢 他们还带着我 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荣誉队员 因为当时他们说是我忽悠他们去的 后来他带我去这个他们去下乡的地方 05年去过 看了看当地的情况 但那变化还是挺大的 我那是74年就我同学到山山下乡呢 我74年跑到乱美国去了 到美国去了 对美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去了 在美国待了三十多年吧 07年海威回到精华大学教书 我在美国当了十多年的工人 但是那时候非常困惑 所以呢就办公办都轻工俭学吧 到大学里边 先是学了几门课 后来发现好多困惑 并解决不了 就继续上 最后花了七年才本科上完 因为是轻工俭学 而且学分远远超过了原来能毕业的这个学分 后来又觉得还是不太懂 就自己去跑到这个研究生去了 又花了九年才获得这个才完事吧 得了博士 那么所以关于上山下乡 关于知青 我知道社会上有各种的舆论 也接触过好多人的不同的这个看法 这个人们各种说法都有 但是我是从远处从美国看中国 从回过头历史的看 就是中国农村的改变 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知青的商人下乡 尤其是大家如果到国家统计局去看这个高中毕业人数 高中毕业人数 这个 现在人们都强调是大学甚至是考研 对吧 但是在60年代70年代 那时候 我小的时候 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叫知识分子 叫高小 就是说上完六年级的高小就算是有知识的 会读书的就了不得了 后来呢初中生算知识分子了 慢慢慢慢高中生算知识分子 大学现在你根本博士后才算个知识分子 就是说这个这个台阶老是提高啊 对吧 所以过去的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就是文盲 那么识字人特别少 所以50年代搞了这个扫盲运动 把很多人的变成能识字的 包括像农民的领袖 像陈颖贵这种人变成识字的 但是你说他只能上学的 还是机会还是不多的 就是我上的初中 那时候也只是我们需要就没有高中 那时候大部分人只能上初中 高中是要高考 要考到高中上去比较难 所以那时候大家没有舍望要去高中的 尤其是文革期间了 大家没怎么想 但是我后来到那个国家统计区去找这个高中毕业人数 哎呦真是特别吃惊 特别吃惊 哎呀那就是高中人数是从 我进工厂是69年 从69年到79年 是一个井喷式的发展 哎呀那高中人数一下达到现在的程度了 然后79年以后呢 悬崖式的下降 就又恢复到60年代以前的那种水平上了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这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其实在69年到79年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最高速的啊 井喷式的教育的大发展的时代 历史上没有过的啊 那么唯一可以和他相比的 他恐怕是后来扩招了啊 算扩招了 但是那个从69年到79年 大量的高中毕业人数 这是毕业人数啊 69年毕业高中毕业 那他必须是66年上大学 上高中的对吧 三年嘛 你可以说66年上高中没学什么东西 好好 那么那三年以后呢 就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边的增长 大量的高中生毕业 主要增长不是靠城市 主要是农村 那么农村那么多地方办高中 他的师资从哪来呀 基本上都是上山下乡的青年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对中国农村 对整个中国的文化教育的一个贡献 最伟大的一部分 那就是这个上山下乡的青年 提供了这些师资 我上小学的时候 教我们小学的就是初中生 教中学的是高中生 教高中的是大学生 那时候没办法 你不能都是师范毕业的 对吧 所以大量的知青到 先是在农村 先是在农村挣公分 慢慢好多都变成了当地的学校的老师 那么79年以后为什么悬崖是下降呢 这里边分析起来 看法有三大因素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个 一个呢就是包产到户了 包产到户以后呢 那么高中生年龄就是青壮年了 你想想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十九二十岁的青年 在家庭里边是强壮劳动力了 原来是公社的时候 集体的时候 人家不愿意让这些青年去抢公分去 父母强壮劳动力地里干活就够了 不需要你年轻人 但是一包产到户 这些都是强壮劳动力 家庭非常需要他们 他们要去上学 那个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没有人办学校了 因为包产到户了 村里边 乡里边就没有资源去办学校了 第三个 执勤回乡 执勤回乡没有教师了 所以这三个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悬崖式的倒退 这是我从官方数据里边得出的结论 也从了很多别人的 很多个别的信息可以看出来 好吧 我就是说知青这一方面 当然还有好多 关于知青各种说法 还有什么知青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但是数据不支持这个 因为当时国家从农村 招的这个工人的数量 基本上和知青的数量 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当时这个国家 它主要还就是 好多人说知青上山下乡 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我不能说那个没有 但是这里边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农业国 对吧 所以农村 怎么把农业发展起来 把农村搞好 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好多人说 这两个人想要试你 你这两个人想要试你 就做了解农村